大家好,欢迎收听《芒香》编辑的节目 今天这里有《沈西兰记》《二德台仰》还有社长雷敏王 大家好 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阿来西亚的马来根 大家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芒香》编辑部、《沈兰记》 继续装带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今节回来说些什么话题? 来吧,真bc 今次就说一下 澳洲有一件事就被禁了 这件事是什么呢?其实产值不是很高的 就是我们的干草了 干草? 没错 报道就说 中国海关总署在 之前就公布了一份叫做澳洲输华燕墨草 注册生产加工企业名单就显示了 除了三家有效期到2023年12月的企业 是可以继续做之外 有28间澳洲企业 不能获得这个续牌 为什么这样呢? 是因为 之前这些干草,即是燕墨的干草 发现了有大量的老鼠 其实这个鼠患不是今时今日的 我们之前说过 Sidney老鼠就有10亿只 10亿只 你一般在街上都会看到的 是啊,其实他和台... 不是啊 你错了,街上很多啊 不是啊,我几亿中 我都在Sidney晚上的时候 就是以前是吧 是吧 就去过几年前 在Sidney的 晚上去吃宵夜 在街上就看到 有两只老鼠 碰行碰过 没什么 是 现在专家就估计 雪梨 今时今日 到今个月为止 总共就有10亿只新的老鼠 其实早在2017年的时候 中国天津检验检疫局 都已经连续三次 是检疫到有老鼠了 不过澳洲政府就没有认真对待 觉得真的可以了 没事的,不用担心 不一定是我的 你的船很骯髒 这么说 天津检验检疫局就说 在澳洲 装载的疫苗干草 那些集装商里面 就发现了多只的西欧家属 这些是澳洲比较常见的 当然了 有20多家企业不获续牌 其实这个产业很小 不过也不是那么小 ABC就说 干草 这些澳洲媒体肯定这么说 干草就是中澳关系持续紧张的最新受害者 中国继续打压我们 对不起 你是说大话的 因为你说鼠患 其实你ABC自己 四天前也报道过一件事 就是现在好多老鼠 你现在 就说澳洲没什么老鼠 不是吧 受害者 打压我 有 什么都打压我 说回来吧 其实每年澳洲对中国输出的干草大约有35万吨 澳洲最大的干草出口公司叫 Gumet 他的老板就叫 Mardero 其实他就说 大概六个月之前 企业 向 中国海关总署 申请 延长出口许可 不过 中国海关总署 已经 知道我们有申请的 当时他的回复就是正在研究 是否会延长 和我们联系的时候 就说 我们还在看你的东西是否真是假 不过 到目前为止 都未获逐期 即是不可以逐期 他就说 企业许可证 暂时未获延长 他就觉得 他就说得挺对的 他就说 跟中国关系没关 因为其实 干草 没有像牛肉 和葡萄酒那样加征关税 所以他就觉得 我们指这个干草行业 是一个较小的行业 中国海关总署忙着做其他事 你应该不会所谓的特殊照顾他们 这位先生 你应该真的认真检查一下澳洲那些干草有没有老鼠 他就继续说 19 造成的旅游限制可能影响到许可证的延期 他说话很得体 他说中国 中海关总署有一定程序 过来检查我们的设施 确保我们正在做正确的事 我们的卫生标准是没问题的 但是他们目前来说还没过来检查 所以 都是有影响的 因为澳洲是封国的 不关中国海关总署事 他的意思是 一摸中风吹了澳洲 澳洲干草企业 还和中国海关总署正在沟通当中 希望问题尽快得以解决 在这个期间 种植者应该意识到潜在的损失 以及要做好相关的防病重害措施 或者 相应地改变 他们种植的计划 澳洲的老鼠是怎样大件事呢? 除了老鼠 有朋友 有网友告诉我 澳洲的蜘蛛是不是这么多? 是的 记不记得 那张照片就是 Noussa Walls河边 蜘蛛网的 整片草地白了 那里是嘩嘩嘩嘩嘩 我都去过那里 除了蜘蛛这条河 也有很多 挂了的牛在上面 我们经常看到的 因为有些牛 一发大水的时候 就不小心失足 或者是 没错 就在这条河经常看到的 尤其是 上个星期 应该是上个星期的事 澳洲大洪水 灾后 很不幸地除了老鼠之外 还有蛇 也有蜘蛛 因为 这次 尤其是色尼 澳洲雪尼 遭遇了100年 难遇的超级风暴 这场风暴 也为色尼带来 一波60年以来 最大规模的洪灾 水位最高的时候 太厉害了 有15米 连桥也在浸泡 而且 有一个视频 全世界都在奉存着 就是一间木屋 冲到好像船那样飘飘飘飘 很远很快 只是一个晚上 其实政府 都已经 接了1500个 紧急电话 大概2万名居民要紧急缩散 新南威尔士州 大概2211间学校 就要关闭了 这个之后 除了 财物损失 也有几种动物很开心 其实不是开心的 应该说走出来 因为 因为有水他们要给 当然是蛇 在这场洪风之后 洪水之后 其实很多人的厕所里面都发现了很多蛇 这个 布里斯本经常有 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不过 大致了一个生意很好 就是 布蛇公司 在洪水之后 接到大量的 紧急援助电话 希望快速去捉蛇 因为这段时间蛇大部份都是在野外 不用说了 湿 所以一些干燥的柱物间 成为了他们的新临时的家 大家可以发现 澳洲的朋友在家门口 尤其是你的 那些梯子是木 不吓大家 有些蛇在下面 这是事实 其实有些毒蛇 会打破远离人群的 习惯 只能被逼去更干燥的公园 躲过这个洪水 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 记得 一定会找专业人士 不要自己来搞 不要 打算 煮什么 不好 真的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蜘蛛 蜘蛛更加麻烦 澳洲的蜘蛛 跟毒蛇一样 十分致命 有些小小只 如果你被它釘一釘的话 这一小就可能拜拜 毒蛇 世界上10种最毒蛇 澳洲应该有8种 没有记错的 哇 澳洲的毒蛇也是 世界文明的 所以看到蜘蛛 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因为 因为蜘蛛为了 躲避洪水 也会落在一些比较高的地方 比如这个 Benz 应该叫尼巴 如果是中文的 还有就是 Garage 车库 或者是屋顶 我看到我朋友 最深述给我的照片 他那个fence 就是那个尼巴 那个顶应该有 大概 三几千只蜘蛛 三几千只 不是很多 在澳洲来说不算多 另外一件事我最害怕的就是 老鼠 我是最害怕老鼠 因为觉得很噁心 老鼠比去年更加多 现在 居民区 都会有 整千多万只老鼠 在公路 奔跑 前晚 澳洲就拍了一个 谷创 里面 应该 即他保守估计 就有 大概 10 万只老鼠 在附近 很害怕 很害怕 所以我们不敢刷图出来 为什么老鼠会这么多呢 又是被这些洪水 老鼠的繁殖能力知道 大家 很厉害 非常快 差不多 说回来 一只瘴性老鼠一个月 就可以生一斗了 澳洲人觉得 正 洪水可以 浸一些老鼠孔 那些田野的那些 结果不是 全跑了 前晚ABC也访问了一位 住在悉尼地区的人 他在家里 捉了 三千多只老鼠 哇 这个画面挺恐怖的 是的 其实科学家是很担心 因为 这些是 会带来灾难 大家知道 那些死亡老鼠 会有些 病 出现 其实 可能这些危害 比一场 洪水更加大 这些 都是生态 灾难 狂野的生物 其实 所以 我觉得 大家 在 看那些所谓灾难片 澳洲 经常看到 大水浸 很多毒蛇 还有很多蟹 蜘蛇 老鼠 其实经常都有 澳洲人 都会苦中作乐 他们浸水的时候 还在操场练习游泳 因为 有些人就不害怕 有些人还拿了他们的冲浪板 在水上冲浪 有些冲浪板 有些冲村的club 因为很多冲村只有一间酒吧 水浸到膝头 人们继续喝酒 苦中作乐 甚至有人 就踩了水上单车 都是挺有趣的东西 不过这么说 其实长期泡在洪水 势滚很多 都不是一件好事 虚幻到今时今日为止 澳洲都是没搞定的 但是 那些冲民说没办法 因为今年大风收 所以 第一件事 大风收就会令到 食物多了 老鼠也是越生越多 繁殖能力这么强 第二 有一场洪水就逼到老鼠 走去民居 所以 刚才 连那个买干草的 这个 老鼠也说 都是没办法的 还有之前我们也说过一集 这些老鼠 那些冲民 没办法 赶不下这么多 多到 措手不及 叫政府做些事 莫总说 我会搞 搞搞一下 现在还是没搞到的 因为太多了 他是这么说 现在 因为鼠患 令到澳洲干草 也不可以出口到中国 最好的事情 就是政府帮忙做些事 搞好老鼠 或者请 香港有位 立会议员 梁美芬小姐 是啊 其实 还有一份报纸 那份报纸 是啊 是的 我记得我们 看了龙眼姐 说 原来 洞房真的很喜欢 老鼠 那些头板 经常都用老鼠 所以其实 我想洞房对于老鼠 都有一定研究的 陆生 派一些专人来 或者请 近排比较关注牛和猫 也是 不过 这些东西 就是 我们以前说的移民 看到好像什么都很漂亮 实质问题是很多的 包括这个鼠患 有人在山谷说 我在澳洲农村住 这里很棒的 各样东西都是 天空海阔 任何厂 好像香港这些城市人 看到这些 我相信大把人都很害怕的 好 这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